南极嘛 十先道就是的 进哥罗普山的几千公里 一辆车 很危险的 澳大利亚 俄罗斯都对哥罗普山非常有兴趣 而南极现行的这种游戏规则是 谁先道 谁有优先权 就剩一两折了 敢不敢去 当时不敢 不敢告诉北京 岸上也不敢太说 千万不能告诉北京 这就走了 走 尤其是那个冰猎戏 打冰凤 就怕掉在那里头 这样的人就没救 再写一书吧 我估计在不同形式上都写了 因为我是学地址的,所以找这个战址就是我的事了 因为当时还有很多人不敢去 就是因为中国也没去过 那首次嘛 也不知道南极是什么事 就知道那很冷 我们原先看好的那块地 被他们给炸了 船到了以后 我们登陆以后就现找地儿 这坚定的信心啊 这个不怕吃苦啊 看准了一件事儿 你就用不得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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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用不得了